《寮媽記》 《寮媽記》在1905年開始有這個字號 由《寮士忠》成立《寮媽記》 他們倆兄弟因為很像樣子 所以被人稱為孖仔 後來在1915年正式成立《寮媽記》 傳統的婦孺是沒有變過的 由我媽媽開始設計了新的醬料 當時是很熱烈的醬料 所以我們就嘗試用腐乳醬做意粉 法國的味道都很隔膜 所以就出了腐乳意粉醬 其實我們沒有怎樣做廣告的宣傳 我們從客人來到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們介紹這個醬 慢慢宣傳了這二十年 突然之間這年就引起了很多人認識這個腐乳醬 因為《寮媽記》其實在《寮街》已經一百年了 甚至超過了 我們其實周圍的街道改變了 但我們《寮媽記》仍然壓立在這裏 我對《寮媽記》的想法就是 我希望《寮媽記》有第一個一百年 也有第二個一百年 一百年來十百年 由於我教學人 我在《寮媽記》 成功的部份 又是在旮媽記